意大利制造的改革来了 商标认证 餐厅认证即将收紧政策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意大利制造在世界一直享有盛誉 代表着高质量 高消费 就在5月31日的部长会议上 政府批准了新的制造法案 其中包含了加强生产优秀产品 保护意大利制造生育与传播 该制造法案旨在鼓励意大利卓越的制造业发展 为他们提供新资源 新技能 新的保护 并加大了打击假冒制裁的力度 该行动的启动资金由意大利财富基金捐赠 初始捐赠为10亿美元 意大利制造法案主要从以下几点提高 Made in Italy的影响力 1.从高中文化课入手 加强对意大利高中生的文化传播灌输 在法律签署的90天内 也就是9月份的新学期 意大利高中生就会多一个学习内容 加强学习 了解意大利制造生产的艺术 法律经济 语言 市场技能 让孩子们提前了解工作的世界 2.意大利制造的国家展览馆建设 旨在通过展示意大利制造的历史 和意大利制造的独创性 来传播意大利制造的文化 3.意大利制造的官方标志 即将启动意大利制造的官方标志 以促进对产品的官方认证 保护商品的知识产权 商业产权 4.意大利餐厅的认证 对于意大利餐厅的认证 不仅仅是在意大利 更是在世界范围领域 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餐厅 产品会借用意大利语 定名之类的打擦边球 让消费者误以为是意大利制造 所以该法案还将加强 打击意大利与意大利餐厅的投机使用 向专业意大利餐厅 进行意大利餐饮的官方认证 尤其是葡萄酒领域 保护原产地名称 地理名称等 5.打击假冒行为 将对制裁制度 形式诉讼进行修改 重组打假办公室 促进该领域的专业化 对地方官专门培训打击假冒的措施 6.设定意大利制造日 4月15日 未来每年的4月15日 就是意大利制造日 庆祝意大利制造在机构 学校 生产单位的创造力和卓越表现 总的来说 意大利制造法案 不仅仅是鼓励意大利企业 继续创新 高质量的生产 同时它还加强了保护国家的文化 制造业的声誉 这也是意大利能够在制造业 经久不衰的原因